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2月19号周日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将参加北温议员团队步行5公里捐款活动 2月25日下周六 在加拿大一年中最寒冷的夜晚 为本地的无家可归人士 受伤和饥饿的人们捐款 小伙伴们可以在西北温华人华侨社区的任何一个群里报名参加 健康爱心走起来 不管喜欢哪一套制服 苏里市的小伙伴儿继续出钱是肯定的 温哥华都会去苏里市议会 推出2023年预算草案 今年地税将上涨17.5% 其中9.5%用来继续警察换装工作 维护苏里市的安全 是每一个居民的责任 不管是出钱雇佣皇家骑警 还是花更多银子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 掏钱是责无旁贷的 现任苏里市政府选择保留RCMP皇家骑警 作为该市的警察体系 据说这样还是少花钱的方式 今年每一户苏里市居民 恐怕要多套400多刀 用来填补警察换装的进程 明年和后年 9.5%的地税涨幅是跑不掉的 都要花在警察身上 苏里市议会将于3月6号下午举行听证会 居民可以前往提出意见 或者在3月23号之前 书面交给市议会 加拿大雪崩预报中心对温哥华北部山区发出危险三级雪崩警报 提醒这个家庭日常周末 到西北温 威斯勒或者内陆滑雪的人士提高警惕 不要超过滑雪场的安全范围 连续几天的新雪落在坚硬的旧雪层上 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稳固的基础 非常容易触发雪崩 户外登山的爱好者也特别要注意山顶的雪崩风险 今年的滑雪季节已经有9人在BC省的不同地点死于雪崩 据央视网报道 雨水时节 全国各地抢钱抓枣 推进春耕备耕 确保全年粮食丰收 稳住农业基本盘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特别支持播出